今天我们非常的开心可以邀请到金老师居家护理所长照机构的创办人王慧娟女士 以及我们的执行长邓诗平女士来到我们的现场接受我们的专访 两位好 主持人好 想要请问一下创办人金老师的这个成立跟您的父亲有直接绝大的关系 对父亲的感念就是他让你在这个护理的这个经验可以就是转移到这个长照的这个部分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当中的一个你想要传达的一个跟老人家的一个情感 是的 爸爸几乎在就是在卧床方面来讲的话应该有20余年 是 对但是在这个磨床的中间其实爸爸也有不乏有很多必须要有护理介入的这些问题 那当然不单单只是照顾而已 那在护理方面的话我会觉得如果要去一趟医院的话就会怎么样 舟车劳顿 所以在这个舟车劳顿中间呢 我们也有深深的体悟因为是大阵仗 因为爸爸全身上下只有一只手能动 所以他在整个就医的过程必须要耗时三个人 才能够顺利的到医院去就医 那我也把这份理念带来我们的金老师居护所这边 由医师跟护理人员直接进入家庭里面 而且减少了儿女在舟车劳顿 而且甚至于要请假的这一些问题上做一个解决 让个案可以很安心很放心的在家就可以 当作是一个诊监 让医护人员同时进入家里面来做居家医疗这个部分 那在照顾方面来讲的话 其实爸爸的照顾是真的是非常的困难的 因为爸爸体型比较大 而且爸爸卧床了20年左右 但是我爸爸虽然剩下只有一只手可以使用 但是在坐卧方面来讲的话 他还是可以靠着那一只手 是他比较末期的时候就剩一只手可以使用了 但是在这个之前 在他要走之前这段时间 其实他都可以下床来运动的 所以我觉得运动这个方面来讲 是对长辈来讲的话 是一个很大的助力 所以我也想要把这种理念传递给社区的每一个长辈 然后也让他们知道运动真的是对于我们 就是身体上的一些活动跟疾病 有相对应的一个关系这样子 对那会创立长造机构的原来是来自于父亲 那父亲从小教导我们就是要帮忙 要把伦理道德挂在嘴边 而且我们的每一个毛细孔呼吸的时候都要知道 爸爸妈妈的恩情真的是深适海 在我们小时候的时候 爸爸妈妈他从来没有因为我们的儿女多少而放弃过我们 那当然在他们需要我们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怎么样 竭尽心力的用起我们最有力的手腕撑起他们 对这才是我最想要做的事情 那长照会想要做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 嗯一路上我从护理界毕业 一直到我护理转长照这个路途当中 其实相当坎坷的 因为我之前是喜盛市的那个专业护理人员 那从喜盛跳到长届相对是一件很不简单 而且是中年才转行 那我觉得与其我服务在这么丰硕的一个医院的氛围里面 倒不如依照我的专业跳脱这个这么丰硕的地方 跳脱在社区里面可以发展我的专业 这个才是我智力想要去成就的一个方向 那爸爸也是我一个很好的导师 从他糖尿病到喜盛到整个照护 我觉得爸爸都是一个很 很活生生很铁血的一个一个例子 所以我才会想要说跟爸爸有商量过 爸爸在世的时候 我们也有去商量到这样子的一个志业 爸爸说只要你觉得帮助人你是开心的 你是快乐的 那爸爸觉得你很棒 所以就往这条路去发展 然后我也很感念我的爸爸一路上都做我这么好的一个专业的导师 包括中间的插管 中间的一些伤口的护理 其实都是我从爸爸身上学来的 所以这点我非常感谢我的爸爸 其实长照他在做的时候他也是有一些评鉴 然后你可能前面两次第三次终于拿到那样子的一个奖项的时候 爸爸有看到你的付出得到了一个肯定对吗 对因为我们长照界有一个叫做金照奖的东西 我连续入围了三次 结果在第三次的时候 爸爸也是看到我最后一次的时候 这次我终于拿下第一名 对结果我在疯狂的跑到台上去之前 因为我爸爸是坐在特别坐 因为他是坐轮椅的 我真的我用尽我所有的力气先包住我的爸爸 我跟我爸爸讲 我跟你讲过在你有生之年 我一定会拿第一名给你看 结果那一次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就是在那个金照奖这个氛围里面 我觉得好多人在替我加油 我觉得我的真心可能有去被感动到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以来最大的一个荣誉跟成就 对 OK那我想要问一下您旁边的这位执行长 执行长可是你跟我们的这个创办人不一样 他跟老人的这个缘分跟父亲的缘分这么深 所以让他以这个使命感来做 可是你当初被他征兆来就是号召来说 我们也来做长照的时候你跟他讲我不要对不对 对啊 你跟我们讲一下你的历程好不好 因为我觉得我当初是国小的老师 那当然就是面对小朋友跟面对长辈其实有不太一样的一个感受 在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内心是有一个抗拒 那抗拒是因为我会觉得说小朋友他就是一个很天真活泼 你知道讲什么他就是哪里说一他就是一说二他就是一个 但也许是我当下把立场预设了太多 我会想说我今天可能跟长辈说等一下我们要去做运动 然后他可能就会跟我说 这个不要那个太累啊老师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其实我预设了很多可能会发生的一个状态 那当我第一次去到社区在活动的时候 因为姐姐跟我说你就去啊 反正他就是跟你在学校办小朋友是一样的 那我就想说好吧那我们去试试看因为都是教学只是对象不一样 一个是长辈一个是小孩 那当我第一次站在那个台上的时候当然也是会紧张 因为毕竟面对的目标对象是不同的 好可是在上完第一堂课的时候其实对我的内心是有一个增强 因为长辈给予我的freeback其实是很粗 是然后才开始让我慢慢的想要去跳脱 好那我就从那边回归到这里 那开始跟着姐姐她们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再从这边发展成就是我们的长辈之后跟剧服那边 嗯嗯嗯 ok 那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 你自己本身本来是没有拥有这样的专业 可是来到金老师就是我们的创办人 他怎么样给足你们那样的一个训练 让你们对自己虽然没有护理背景 可是在金老师得到了一个专业的一个指导 然后你们的那个自信让你们觉得 因为这个长辈他所要应付的各种状况是非常复杂的 你们要怎么样就是建立自信心 然后真的从那么多的实务经验 然后变成是一个现在的对于外面你们会很有自信说 我就是专业 ok 那因为我刚开始其实长辈最基本的入门票是 照顾服务院的资格 是 所以姐姐跟我讲说你要做长辈 那你就一定要有这样的资格 所以我就去上了这个照顾院的资格 那其实照顾院的资格就是 其实就是上课 然后考试 然后实习 可是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还好 因为你还没有实际去接触过 因为在据点的这个课程 其实跟照顾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明白 那当真正要去照顾的时候 其实内心是会很大的 那虽然说你自己已经拥有了这样的一个证书 是不是受过这样的训练 但你还是会怀疑人生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遇到图霸的状况 真的也是会怀疑人生 觉得我们也会怀疑我们自己 因为毕竟我们不是专业的婚姻 所以姐姐她们就是 姐姐她是从手把手就是 可能就是每天就是跟着她 可能她今天要去哪一个案家 她就带着你 然后可能去之后她会 个案可能会有某些很大的状况 她就会告诉你说 这个状况就是这个 甚至是说可能她今天要去跟换管部 或是要去跟换伤口 那你就跟着她 她就跟你说你要去帮我拍照 那就拍照的过程其实 我们也是在看说她们怎么去处理 甚至是怎么去解决 然后渐渐的其实 时间久了 也许不是 我觉得不是每一个人 就是很用看的用看的就会 但是因为 我自己本身是教育的这个部分 是 所以其实看久了我们也会多多少度去 模仿跟学习 那渐渐的就会变成是 好像懂了 但是实际上是不是真的懂了 当然也不一定了 OK 那我想要问一下创办人 你本身就是在对于老人的这个观察上面 对于他们的一个真实的需要 你在砍甲这个上面看到说 他对于老人的这个影响有多大 对不对 对 可以跟我们分享这方面吗 可以啊 其实我觉得脚是代表一个人活动的先驱 是 你没有脚的话你就没有一个活动力 我曾经看过一个长辈 他是务农的 他就是因为砍甲的关系 所以导致他每天都坐在那里 他的功能是很好的 他每天都坐着 坐着完之后你也知道 长辈只要坐 他就坐不住的话他就想要躺 这一躺完蛋了 他整整活生生从长照的二级 直接降到七级 所以这个整个日常生活的功能 都要怎么样仰赖儿女 那我们相对的我们介入是希望 长辈的生活日常生活 他有可以发挥他残余的功能 让他越来越好 甚至于不退步就很好了 对对对 所以砍甲这方式 这个方面如果不去解决他的问题 是不是他整只脚就不能动 而且如果有砍甲 是不是大家的观念 都一定要去医院怎么样 挖指甲拔指甲 对吧 但是我的介入是不用挖指甲 也不用拔指甲 我的介入是因为我有二级的那个 健甲实执照 是 所以我在处理这方面的话 虽然会稍微流一点点血 但是他的整个过程是比 外面的这些砍指的一个做法 是来的比较更为温和的 所以我觉得砍甲这个问题 是很多务农的长辈去忽略到的 也有很多的小就是小孩子 可能发现爸爸妈妈可能走不动的时候 他们没有想到原来是有可能是指甲出了问题 这样子 然后在伤口的方面 我也是要忽略大家 伤口它不是一个小问题 不是光靠一个生理时间水加 那个优点就是百分之百的患药神器 不是的 那伤口它要愈合的话 大家也想过了吗 长辈的皮肤是不是都很打扫 对 很干 那为什么我爸爸70岁的时候 我就开始教他养皮 什么叫养皮 每天擦乳液 让我们的皮肤有一个延展性 不会到时候我们真的有入疮有破皮的时候 他的皮肤是会长不回来的 所以抹乳液这件事情 我也要深深的告诉各位长辈真的很重要 所以保养我们皮肤 不见得是要买很贵的乳液 只要适合自己延展性够好的这些 让我们冬天也不会痒也让我们达到一个养皮的功能 然后到时候真的突发了这些意外的状况 我们才有很好的本钱去让他做再生的这个动作 还有一种如果说在伤口一直患不好的话 其实可以请教医生 看看我们是不是有适用的一些科技肤料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千万不要再用那个生理食言水加优点 这样子的状况来换药 我觉得科技肤料可能会有达到一个你意想不到的效果 甚至于这个伤口你可能是30天才会好的 你可能用的科技肤料可能10天就有让你意想不到的效果 ok ok 对对而且减少感染的机会减少住院嘛 感染就等于住院嘛 一旦感染就要住院嘛 对对对对 那执行长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 你真正的套入到这个领域啊 有没有一个印象深刻的服务例子 服务例子 对就是自己真的有印象深刻 然后可以支持自己继续做这一行 除了创办人这样带着你以外 你自己觉得 嗯其实我在这个行业里面 大多都是可能局部人回报问题 然后我们还要去现场出 嗯哼 我印象最深刻是我有一次遇到服务人员回床 在打电话回来他就说 姐姐我跟你讲 我不有一个阿嬷攻击我 因为他是去顾失智的个案 啊还所以 对那这个阿嬷就是 其实他已经有点像有点算中重物的失智 ok 可是他还是可以洗走 嗯但是他对于 陌生人他是抗拒 所以我们的服务人员进去 他状况就是一下好一下不好 他可能就跟服务人员说 我给你帮你 我跟他一道好 有一个小杂务 然后如果去乔务道顶序 其实他讲那个人是他女儿 他女儿就是每天都回去 把他准备餐食 那后来服务人员就是 可能某一天可能跟他有点准 因为他想要把他赶出去 那但是我们的使命是 女儿要求我们来 是要来看顾着你 所以他们就会死着 就在那边就是 我就不能走就对了 然后他就一直拿笨子来打他 所以他们两个话就争执 他就 阿嬷就打了罩子 所以我们就去现场处理 ok 那我去到现场的时候 阿嬷就跟我讲说 你是谁 嗯 然后我就一直看着他 他说 你们是同样的 你们同样的 你们都搓搓走 然后我就觉得 因为他失智嘛 那你又不能跟他就是呕气 好然后后来他就讲说 我跟你说你刚才没在罩 我要叫警察 然后我就想说 哦 好啊你就叫警察 然后我就走了 然后我就转头回来 我转头回来他就跟我说 那你是谁 我说我是警察啦 你没办法叫警察 你反应好快 然后阿嬷就不知道怎么办 对对对 然后我就说 警察 我是警察 所以你要让人在那里 跟你照顾 然后他就 他就这样子就让服务人员就在那 ok 就是其实我们在临床 就是也会遇过很多 就真的很无意头的事情 对啊 这种像狮子哥 你也没有办法跟他 就是这样子神奇 你也不能骂他 他也搞不清楚状况 是是是 所以我们只能换另外一种方式 去跟他做一个沟通 ok哇 这个你很成功 难怪我会一直记得 对对对 然后再问一下创办人 创办人你本身有没有就是 在照顾上面的一个 让你真的就是很支持你 因为这个工作 说实在是很磨人的 所以他会需要一个 很情感上面 自己能够坚持上面的 一个很大的动力 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 让你可以支持着自己 我觉得我说一句比较白话的话 人今天生活 活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有好生跟好死 是 其实死亡这条路 大家都不愿意去谈他 但是我们又是必须要走过的 但是在死亡这条路 你曾经遇过吗 你会害怕吗 在我爸爸整个走的这个过程 我最难过的是 我本身是安宁的 合格的护理人员 ok 但是在我爸爸 那世道里面我都做了 道爱道谢道别 这些我都做了 但是我最后一道我没有做到 要记得 亲人在往生的时候 他是怎么样 他是让我们干干净净的 来到这个世界上 请大家也记得 在他走的时候 也请你们手把手的 把他弄得干干净净的 让他离开 ok 对我觉得这道才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转环点 因为他让我们干干净净的来 我们也必须要让他干干净净的走 所以大家要记得 真的要记得 你们在亲人离世的时候 不要忘记 你们亲手帮他 查过他们的手 查过他们的脚 让他们好好的离世 ok 对 谢谢 谢谢兄弟们跟我们讲这些东西 不会不会 那再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你对于金老师的一个 短中长期的计划 在金老师里面 短期里面 我希望我的每一位造福员 他们能够受到专业的训练 我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些专业的训练 升值他们的心理 就算今天不在我这边工作 我也希望他们带着专业的本领 在中期来讲的话 我希望将这些本领 扩展到我们的社区 甚至于造福到每一个长辈的身上 然后长期呢 就是把这些专业 再结合其他不同的领域 来帮忙我们专业 就是发挥到最极致 我觉得这个才是 长照我本身长照的这个理念 我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太简单 但这的确是我创立 长照以来我最坚持的一个信念 这样子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在创业 到目前我们金老师已经多少年了 四年了 四年了 然后团队到现在已经多大了 将近30个人左右的一个团队 这个团队对于我来讲 我相当的满意 因为我有很好的一个右手 我们的执行长 还有我有另外一个也很好的左手 就是我们现在的会计的利宜小姐 那在这里我先 也有这个机会 也有让我有机会可以感谢 我很感谢林燕玲居护所的学姐 燕玲学姐跟她的儿子志恩 对 她在我们长照这条路上走的 其实让我们并不觉得孤单 她 她们让我们看到她们的团队 向心力是这么的坚强 而且这也是我想要学习的一个方向 跟目标 那燕玲学姐在对于员工上面来讲 我是觉得她是无私的奉献 那我们也都希望我们这些造福员 他们赚得了技能 赚得了荷包 更重要是能够赚得了每一位长辈的心 是 我希望我的造福员能够有这三造 OK 对 所以我觉得我的造福员真的很优秀 我以我金老师的团队为荣 我也以我的团队 我很大声的说我的团队真的是千万团队 没有他们没有今日的金老师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得到我们团队的专业 而且给予这些造福员跟护理人员 在社区里面生根的这些人 真的要真的要谢谢他们 他们所网罗的一切是你们在家庭里面可能 脚破脑汁而做不到的照护工作之外 而且这些护理人员他不分 他不分他又没有生病 他进入社区就是他代表着他的信念 跟他的职责跟他的专业 所以在这些人服务的长造人员当中 我都希望大家要给予一个极度的掌声 真的这些人包括政府的资源 只有靠政府的资源是不够的 一定要有一堆很热情很热血的团队 而且这个团队要不畏艰难的向前冲 而且要真的要同心同德 才会有这样子的长造的一个精英出现 OK 对对对 我们今天真的非常的感谢可以邀请到 金老师居家护理所的长造机构的这个创办人 王慧娟女士 谢谢 以及我们的执行长 邓思平女士来到我们的现场 跟我们分享那么多 我相信就是在金老师的一个这个名称之下 我们知道说老年人的这个黄金时间 是真的需要我们去珍惜的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大家不要觉得长造 好像很容易赚钱 实际上就是以我们创办人真正想赚的是 就是我们去珍惜老人他是我们的父母 他是我们的长辈 是 我们能够在他还在的时候 能够真的去珍惜到他 从我们对小孩的一个善 他的一个善始 但是善终怎么样能够善始善终 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 再次感谢两位接受我们的专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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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